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在你的人生中 你的父亲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他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话 或者行动让你记一辈子 或者鼓励你一辈子的 他把我们比喻做风筝 让我们自由自在去发展去飞 当有偏差的时候 慢慢拉回来 太远了拉回来 所以永远都是给我们很多很多 很爱的教育去教导我们 走正确的路 也告诉我们 当你的人的地位越高 你要像脉税一样 头要越低 你越高头叫越低 这样人家才会佩服你 所以 对人要更谦虚 对朋友要诚挚以信 还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你现在对父亲的两个字 怎么样理解 我觉得 要当好一个父亲 不只是 要给自己的小孩 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给他上好学 吃饱东西 真正的好父亲 是要陪伴着他长大 教育他长大 引起他对的方向 这才是一个好父亲 以前我在还没有小Kini的时候 哇 因为小朋友都是拔屎拔尿长大 我以后 这还要这样子吗 真的吗 可是当一个小Kini出生的时候 你都觉得这是香的 小君你好 你好 你又做摄影 又做演员 又做歌手 又做赛车手 又投资公司 又做科技公司 什么都做 是不是因为你做的太多了 而少了一些经典呢 因为我觉得 年轻的时候 就是要多试 多学 多去了解 多疯狂一下 要不然 趁年轻不疯狂 要不然再不疯狂 我们就老了 是不是 从早期的古装 绝带双胶 天龙八部 旋风小子 甚至到06年的 放羊的星星 应该算经典吧 我不知道 算不算 算经典 我最想做的其实 还是回到歌坛 能够有一首 再唱20年的歌曲 甚至唱到 小Kini长大 他还可以听到这首歌 所以没关系 你等着看 我一定会让你后悔 谢谢小智 演讲到一段过来 那有个问题 你说 今天都没有人问到 我很好奇 因为通常我去哪 人家都必问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开演唱会 不是 怎么保养的 今天居然没有人问 那我想这个问题 就避过去好了 哈哈 有秘诀吗 当然是有了 我觉得最重要的 一个 心态 心态 我觉得占百分之 三十五 第二个 水分占百分之十五 每天呢 我自己认为 要喝六杯水 尤其是早晨起来的 第一杯 再来呢 百分之二十五 是正常的生活作息 这另外百分之二十五 来自均衡的饮食 所以真正的保养 这四个加起来 达到百分之百 由内而外 所以 大家都在记了 要记得补水哦 对 补水 好 最后 我们用一首歌 来结束今天的演讲 但是同时开启一个 即将毕业的全新的旅程吧 快乐至上 好不好 感谢收看开脚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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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